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出品 第763集 一日,星期六 封楼城还是一晚上没有消息 封夫人跟封慈两个人都是一晚上没睡 至于说好的演唱会,谁都没有去看 林锦轩跟袁浩来的时候 封慈正准备去一趟鸡茶院 找昨天那个江科长 我来开车吧 林锦轩看着封慈掩饰不住的疲倦 当先开口道 封慈没有拒绝 林锦轩将车开去了鸡茶院 一路上,袁浩也没有以往那么话多 只是默默地坐在副驾驶上 半个小时之后 车停在了鸡茶院的门口 他们刚到鸡茶院的门口 就被保安拦了下来 与此同时,一辆黑色的车也刚好停下 能进去的人都是鸡茶院的人 副驾驶坐上一下来人 只隔着几米远 然后就清楚地看到那人的侧脸 他直接开口道 我去,那不是昨天的妹子吗 她年纪轻轻的就是鸡茶院总部的人了 林锦轩看了一眼 直接拿起手机 打开了鸡茶院总部官方网站 并搜索潘明月 显示出来的内容 让林锦轩甚至觉得有些恍惚 纪检部科长二级潘明月 你怎么不说话呀 阮昊没有认出来潘明月 只是看着侧身 似乎对此并不惊讶的林锦轩挑眉 林锦轩收起手机 他看了眼后座的风词 风词显得极其冷静 他开了后车座的门 吹下了眼眸 去到江科长 他没再说话 林锦轩也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潘明月当初是跟秦冉一个年级的 按照正常情况 潘明月现在应该才毕业 他也确实没有想到 他这个年级进了鸡茶院总部 不说 职位还不低 潘明月没有注意到风词他们 他到了鸡茶院之后 直接找到了江科长 江科长看着潘明月摇了摇头 逢院之前就把你外派了 没想到还是瞒不过你啊 这是他们老一辈的博弈 医处你知道吧 他们处长刚刚调到了鸡茶院 当年外星陨石案件 医处就没停止过 想要调用陨石资源的想法 医处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但他们要用这个洞封院 鸡茶院又要一波欢喜 封院在调查之前 他们签订了资源协议 风楼城在京城的根基还是很薄弱 他虽然跟秦家的关系不错 但是秦家也不是什么领域都管 什么都能去插一脚的 潘明月跟合尘之间的案件 归属重刑基地 成郡自然能够插一脚 但是鸡茶院这次跟医处的事情 他们还真不好直接插手 上面这么多老家伙 等着在背后阴他们一手 风楼城这一次是先发制人 把潘明月宅出去了 好 你把封院最近的走动资料给我 潘明月汉手表示了解 她拿着一大本案件 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走在十八层的路上 每一个人看到她 都会对她投以敬畏的目光 潘明月办案的速度很快 不仅是她个人的天赋 还有她认识的各种人脉 以及在129内部的资料 从边境回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十八层的人都对她非常地服气 罗签从外面进来 给她断了一杯茶 潘明月一只手按着电脑 一只手接过罗签的茶 你去把我的狗接回来 那只狗是陆赵颖的下属老六的军犬 老六死后那只狗也退役了 潘明月直接办了领养手续 这只狗很听话 每日里不仅会跟着潘明月 还会跟着宋伟婷 跟潘明月三个室友 罗签去接狗了 潘明月电脑上的视频 才显示出来 正是129的一个终极会员 反馈的结果还有半个小时 谢谢 潘明月放下茶杯 礼貌地朝她道谢 挂断视频之后 潘明月才打开地图 又把江科长送过来的 封楼城最近一段行程 对比了一下 半个小时之后她才起身 一手拿着电脑 一手拿着手机 给江科长打电话 江科长此时正在咖啡厅 正同封慈这几个人在一起 封家的事 外界知情的人不多 但封慈的几个发小 差不多都知道了 此时 一行人都停在了酒楼的楼下 江科长冷静地站在大门口 对封慈和袁浩说 他手里多多少少会有点消息 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放点封 他是杨先生 国际案的组织人 这人履厉很厉害 封愿当初三请他 都没能把他请到警察院呢 他这么说 封慈跟阮浩两人都知道 不简单 一行人阵说着 江科长接了电话 与此同时 酒店门口出现两个保镖 紧接着 封慈跟林锦萱两人 直接上前试图交涉 这两个人事先都联系过 这位杨先生 只是对方的助理 并不给他们申请邀约 也是无奈才出此下策 那几个人是谁啊 杨凯看了封慈他们一眼 哦 分楼城的儿子 助理回答 杨凯微微汗手 医处跟稽查院的事 他知道 只是这浑水啊 他不想参与 脚步也没停 在两个保镖的保护下 直接离开了 封慈跟阮昊 连他的正脸都没看见 阮昊看响了江科长 这怎么办呀 他不见我们的 别说见不到 连他的身都进不到啊 很正常 人家国际峰会的常课 连京大都为了 他的课程而让步了 林锦萱查过他的资料 这边杨先生还没上车 后面一辆车停下来 出租车后座下来一个女人 江叔叔 我有件事情问你 潘明月的车 罗签开走了 他打了辆车过来 并给司机付了钱 才走向了江科长 询问他封愿的事 封叔叔 是不是去过这三个地点 他打开电脑 电脑上刚显示 收到了一份邮件 地图上标了三个红点 哦 对 江科长确定了那三个地址 点头 那我知道他在哪了 潘明月 喃喃开口 风辞软后这几人 看到潘明月的惊讶 还没缓过神来 刚到车门边的杨老先生 回了回头 一眼就看到了潘明月了 挑了下眉 明月 潘明月回过神来 看向了声援中 认出来 这是杨妃的远房亲戚 杨爷爷 你们认识 这位杨爷爷 看了风辞几人一眼 又关了车门 权衡了一下利弊 才说 你们跟我上楼 并对酒店的经理开口 今天酒店不开业 听郝队说过 你跟小鹿都在这个圈子里 杨先生开口 四周又扫了一眼 没看到陆照影 因为杨妃的关系 杨家的整体经济没有缩水 都由杨妃请的代理人接管 他突然提起陆照影 潘明月也沉默了 没说话 其他人没注意到 潘明月这个反应 江科长对于潘明月 认识这位杨先生 也觉得奇怪 不过还能接受 对林锦轩这几人说道 先进去 阮昊收回下巴 很想问什么 但也不敢多问 就跟着江科长 进去了 只小声在林锦轩耳边说 哎 刚刚那位杨先生 叫那位美女是什么 你听到没有啊 林锦轩看他一眼 只回两字 明月 阮昊站在原地浪了一下 然后默默地念叨一句 这名字挺耳熟啊 一行人跟着杨先生 去了包厢 冯老城 两个月前找过我 不过这事有点大 杨老先生没有答应 他一边说着 一边看潘明月电脑上 标记的红点 顿了一下 你差不多找到了 梦桐公馆 潘明月看向杨老先生 他被软禁了 我不太敢确定